和大家一起走进六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新课文 通过本单元前两篇课文的学习 鲁宾逊的荒岛漂流 以及小男孩尼尔斯的吉娥旅行 相信已经唤起了同学们无限的想象 这一节课我们要来学习的 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笔下的 汤姆索亚历险记 这就是马克吐温 他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作家、演说家 他擅长使用幽默和讽刺的语言真编实壁 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被誉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 代表作有短篇小说 竞选州长百万英镑 长篇小说 汤姆索亚历险记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 有人说 如果马克吐温的小说是皇冠的话 那汤姆索亚历险记就是这皇冠上闪亮的明珠 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书中的精彩片段吧 看 这是课文中的阅读提示 请同学们读一读 边读边想 这一段阅读提示向我们提出了几个学习任务 读好了是吗 你知道了有几个学习任务呢 没错 我们一块来看 第一个任务是 默读课文 说说 谢以你的情节 第二个任务是 谈一谈 汤姆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第三个任务 是在汤姆的身上 找到自己 或者身边伙伴的影子 最后一个任务呀 也可以说是一个建议 读一读 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 那么接下来 就请同学们快速默读课文 圈化出文中的主要人物 想一想 课文中有哪些主要情节 开始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同学们,都读好了吗? 那你知道了课文中有哪些主要人物吗? 我们一块来看看。 课文中的主要人物比较多,除了有汤姆、贝奇、哈克这些儿童形象之外,还有玻利姨妈、撒切尔法官、撒切尔太太,以及道格拉斯寡妇等人。 由于这篇课文选自《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所以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同学,对于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故事发生的背景会存在一定的困惑。 没关系,李老师呀,就带来了这本书的故事梗概,同学们,你们快速的浏览一遍吧! 好的,同学们读得真认真,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文中的人物关系吧! 梳理姨妈在汤姆的母亲去世之后,便收养了她,她对汤姆要求非常严格,一心想把她培养成为有教养的好孩子。 撒切尔法官和撒切尔太太,是汤姆心仪的姑娘贝奇的父母。 道格拉斯寡妇,因为哈克曾经救过她一命,后来收养了哈克。 那么,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主要写了什么呢? 主要写了呀,一天深夜,汤姆和好朋友哈克来到一块墓地玩耍,无意间目睹了一起凶杀案的发生。 因为害怕被凶手发现,就带着另一个好伙伴来到了一座荒岛上,过起了海盗的生活。 以至于,家人们都以为他们被淹死了,可是他们居然出现在了自己的葬礼上。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汤姆终于鼓起勇气,站了出来指正凶手。 不久之后,在一次野营活动中,汤姆和心仪的姑娘贝奇在一个山洞中迷了路,整整三天三夜饥寒交迫,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好在最后成功获救,之后,汤姆还和哈克一块儿找到了凶手埋藏的宝藏。 知道了整本书的主要内容之后,我们再来看课文中节选的内容。 课文中出现了哪几个情节呢? 我们先来读一读第一自然段。 请同学们边读边想,这个自然段写了什么呢? 是的,写了汤姆和贝奇的走失,引得整个村庄呀,都陷入了悲伤和绝望之中。 我们可以运用以前学过的方法,提炼关键词走失和悲伤,概括为小标题,走失引悲伤。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用列小标题的方式,概括其他几处情节,并批注在相应内容旁边。 算作给小标题的方式,并批注在相应内容旁边 istem。。。 小标题是我们在这 della交代文上论的奥 Iya。 我们 partition住illon上排得取材的假の下 tudo。 我们itutional Bard czego我最平均和他最考虑 Saints,等于 Israelites。 那个控制的贝奇,刚好是在这 pitching。 crochets,并批 tricks我会拿到此陷wers马上,我们来不 Second步。 在가지고升速復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到第十五自然段 讲述了康姆看望好朋友哈克和贝奇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概括为 看望朋友 好了孩子们 现在你能够借助小标题说一说 课文主要写了什么内容吗 试试吧 说得真不错 课文呀 主要写了 由于汤姆和贝奇的失踪 引得了整个小镇的悲伤和绝望 随着他们回到村庄 小镇又恢复了快乐 汤姆讲述了自己在洞中精彩的历险经过 还去看望了好朋友哈克和贝奇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一块来完成第一个学习任务 请大家再次莫读课文 说一说哪些情节特别吸引你 可以在班级群中或是和身边的家长交流交流 并说说你的理由 technique下来得交流 caterp朵 做一个料理 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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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画面感 充分展现了人们因为汤姆和贝奇的归来那种兴奋和喜悦之情 并且与上文中波利姨妈以及撒切尔太太的悲痛之情呀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样游杯转洗 极富戏剧色彩 其实在这一个情节当中 还有一处也运用到了夸张的修辞手法 我们一块来看 你们瞧 此时镇上的人们是多么的高兴呀 以至于想说的话又说不出 泪水如雨洒了一地 只能用这喜悦的泪水来表达了 好的 我们再来听一听第二位同学的发言 我觉得第四自然段 汤姆讲述的历险经过特别吸引我 他本来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出口 偏偏这时候就出现了亮光 摸索着就找到了出口 和贝奇爬出洞口又碰到有人沉船经过 最后得救 我感到很神奇 这样的经过跌宕起伏 我都为他捏了把汗呢 是呀 吸引人的情节总是能让我们身临其境啊 我们一块来看到这一个情节吧 汤姆讲述的历险经过真的非常吸引人 你看他 离开贝奇之后一个人前去探路 本来 风筝线都已经不够用了 就在他转身往回走时 居然发现了一小块亮光 就是循着这一小块亮光呀 找到了出口 真是一波三折 就连汤姆自己都说 如果不是白天就没有这亮光 也就找不到出口了 真是极其的幸运呀 再来看 之后他又回去找贝奇 费尽口舌说服了贝奇 并帮助贝奇和他一块爬出洞口 得到了乘船路过人们的搭救 最终成功获救 平安回家 这样的情节真是离奇 又刺激呀 再来听一听最后一位同学 他是怎么说的呢 最后几个自然段 让我感到很疑惑 汤姆为什么听到洞门 风死后脸色变得煞白呢 我挺想知道的 你瞧 吸引人的情节 总是能吊足读者们的胃口啊 很多同学是不是有和这位同学 一样的疑惑呢 确实 李老师呀 也有这样的疑惑 你瞧 听到洞门被封死之后 为什么汤姆的脸 立刻变得煞白呢 而最后提到的印江桥埃 又是谁呢 这样的悬念 真让我们想一探究竟啊 那么同学们 在读过这么多精彩的情节之后 你认为 汤姆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呢 你又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我们可以继续使用 前两节个学到的 评价人物的方法 关注人物描写 分析故事情节 以及多角度做评价 那就请同学们 默读课文 并做好批注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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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看吧 先来看这一个片段 汤姆躺在一张沙发上 身边围满了热切的听众 他给他们讲着这次精彩的历险过程 想想看 汤姆此时的身体状况是怎样的呢 是啊 疲惫又虚弱 可是面对好奇的听众们 他仍然沉浸在历险的经历之中 无法自拔 可见他是多么的喜欢冒险呀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着往下看 他在讲述自己的历险经历时 还夸张的吹嘘了一番 多么典型的小男孩形象呀 是不是有那么点虚荣心 又显得特别的可爱呢 好吗 同学们 我们接着往下看 汤姆呀 她离开贝奇之后 独自一人前去探险 即使困难重重 也不曾放弃过 这是多么的勇敢呀 她又是怎样找到出口的呢 你瞧 她懂得利用风筝线来探路 之后看到了亮光 就知道寻着亮光呀 去找出口 真是聪明 又足智多谋呀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这个片段当中呀 汤姆她在找到出口之后 先回去找贝奇 面对已经绝望的贝奇 她费尽口舌进行说服 之后便帮助贝奇 一块爬出洞口得以获救 这样的不离不弃 足以见得 汤姆是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男子汉 我们继续往下看 汤姆听说哈克病了 星期五便去看他 谁知道被挡在了门外 星期六星期天 一连两天也都没让他进去 过了星期天 他可以去看望哈克了 你瞧 汤姆在洞中 忍饥挨饿了三天三夜 在休息了两天之后 一听到哈克病了 便赶紧去看望他 多么的重情重义呀 可见汤姆真是非常的 关爱朋友 同学们 你们看 原来在汤姆的身上 有这么多的特点 那么你能从汤姆的身上 找到自己或是身边伙伴的影子吗 课后可以和爸爸妈妈交流交流 在课文的结尾处呀 留有一处悬念 汤姆听到洞门封死之后 脸色变得煞牌 而最后提到的印江乔埃 他又是谁呢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同学们可以大胆地猜一猜 都好厉害呀 你们都猜出来了 是的 接下来汤姆会和大家一起 打开洞门 寻找印江乔埃 看 这是汤姆索亚历险记 这本书的目录 你们能找到 课文选字其中的 哪一个章节吗 没错 这是第32章 逃出生天 看到目录中的这些题目呀 你能猜一猜 其中的一个章节 可能会写些什么吗 现在就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大胆地猜一猜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好了同学们 你们的猜测都正确吗 那就赶紧读一读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本书吧 相信这本书一定能够给你带来一段奇特的历险经历